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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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前怪怪怪事有驗證 歡迎來到這一節財富長城 今天是開紅盤第一天 偉辰在這裡依然恭祝大家 揚年揚揚得意 神采飛揚 開紅盤的第一天 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 大盘居然跳空开高将近有100点 好了 这个地方开高了100点 你或许要先问我 老师 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戏码 有没有改变 我在这里先回答你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正因为开红盘 这个动作 会在赌博式的操作 跟规划式的操作里面 做出相当大的区别 所以在开红盘之前 伟臣才要特别牺牲了两天的年假 在初四初五的时候 分别在台中高雄台北三个地方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 并且把开红盘后的规划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报告 有参加这一次 开红盘之前演讲会的朋友 看到了今天的开盘 看到了今天的高点 我想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所领悟 规划 长线没有改变 但是重点的区分 就在这个地方 你是要踩赌博式的操作呢 还是规划式的操作 如果是赌博式的操作 开红盘之前 封关那一天 你空单满仓 请问今天是什么结果 一百点 空单满仓 要面临的是开红盘之后 一笔单 一口单 先被嘎一百点 如果你是四口满仓 叫做四百点 五口满仓 叫做五百点 少不了 空单必定听损 但是老师的规划还没有变啊 对不对 那看法没有变 那这个细节才是重点吧 在封关之前 封关之前 二月三号这一天 我已经把细节先点出来 给各位看 这一天呢 是这个三十四日的转折 它居然没有叠 而反而是收红 那我在二月四号已经告诉你 这个地方叫做一个什么 可以再去看一次 二月四号的重波 这边转强为多方时间波 到了封关这一天 二月十三号 还在这个多方时间波里面 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请 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开红盘之前 开红盘之前 赶快来听这场演讲会 因为 正因为 尾程有重大的讯息 告诉你 正因为 开红盘之后的第一步 你不要做错 到了二月十三号 封关这一天 这个盘整区 来到二月十三号这一天 已经怎么样 盘整了第几天 十二天了 换言之 在这个盘整区里面 我最后 最后要去突破盘整区的一天 突破盘整区 来挑战 这个轨道的压力点时间 显然不就是在 费势急速转折的第十三天吗 十三天是什么时候 不就是今天吗 于是乎 这三场演讲会来到我们会场的朋友 尾程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甚至于 把这一次 十二天盘整之后 第十三天 第十三天 即将来挑战的这个轨道高位 九千六百三十点 已经在这一次的演讲会里面 公告给大家 然而 差别 看法不变的情况下 早一步跟晚一步 早一步跟晚一步 就在这个地方 区别出了什么 赌博式的操作 跟规划式的操作 到底不同在哪里 好 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就先来看 节目的测标已经跟你写了 本周 是一个双重转折的重要会合 本周 是一个双重转折的重要会合 刚刚 为什么说 看法 依然没有改变 不仅没有改变 而且 这个开红盘 还在意料当中呢 我上一 这个封关之前 我曾经用了 虎年跨兔年的这一次 虎年跨兔年的这一次 开高 那一天啊 也就在四年之前 兔年初六 有没有开红盘 开红盘 对不对 不仅开红盘 当天还创下了 9220的波段新高 比起虎年封关的9145 那天人家开红盘 也涨了八十几点吧 所以 这个 上一次 虎年跨兔年的动作 几乎 几乎啦 是这一次 开红盘 开高的 翻版吗 一样 开红盘之前 外资大买吗 对不对 只是 谁知道 在创下了波段新高之后 却是兔年那一次 直接杀到6600点的起始点呢 于是乎 我们又再回到今天来 这一张在封关日的规划 导播我们镜头带近一点 这一段行情 这一段行情 今天的高点 9540点附近 有没有来到 尾城在演讲会里面 跟各位讲的 就在9630点上下这边 那我现在问你 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那你太早空在这里的 请问 你到底要怎么办 不 还是不补 我的规划还没有变啊 那你补还是不补 为难了嘛 对不对 不补 盘中 尾盘再给你拉上来 你还是得补 因为2月份今天结算 在控盘者巧妙设计的这个局底下 我一直跟各位讲到这件事情 是真不是真 是假原是真 最后你会发现 是真原来还是真的 只不过中间 以假连接真 错 不是错在刚开始 你看错 而是错在 最后这一段 以假连接真 看法不变 指数在最后13天 这个盘整区的13天 做了这个补掌 但是这13天 却也有一个巧妙 却也有一个巧妙 什么巧妙呢 就是我节目测标 跟各位讲的 本周 这个礼拜 要去遇到 两个转折日的会合点 这两个转折日的会合点 怎么去看出来 第一个 这个会合点 刚刚好怎么样 是从这一天 也就是当时我们做 棋子短多 这一天开始 来到封关这一天 今天封关嘛 今天开红盘嘛 对不对 抱歉 开红盘之后 这一天 刚刚好 就是21天 21天 是这一个 这一波涨势的一个什么 满足时间 所以因为在这个盘整区盘整了13天之后 12天之后 我还有一个13天 刚刚好 今天就来怎么样 从这个13天的观点来看 盘整区是突破没有错 但是从这个观点来看 今天却是满足了21天 满足了这21天 同时你要另外注意 10月16号 到封关那一天 已经是86天 10月16号到封关那一天 已经86天 再加上今天就是87天 换言之 本周 他要面临一个 转折是在这个21天 另外一个转折就是这个什么 89天 所以你问我看法有没有变 我说没有变 没有变 问题是怎么去着手而已吗 对不对 拓年的时候是开高走低 没有错 这种剧本 他难道每年都会重复演一样吗 我中间不能玩一下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所以 现阶段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既然是在本周 已经要去面临 这两个转折日的会合点 今天21天 刚刚好 刚刚好 今天晚上到明天 美国联准会主席叶伦 要在国会进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到底会不会透露FED 是要提早升息 还是干脆不升息的讯息 现在全市场就在等 全市场就在等 所以你不要怀疑 为什么这个今天没有开高走低 而是怎么样 换了一个方式 我就撑在全场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正是我在演讲会 跟我们观众朋友讲 你如果太早一步 过早下去 你的赌博士的操作 就算看得对了 恐怕也要面临开红盘这一次 400点的停损也好 500点的停损也好 我请问 就算 就算看对了 你要怎么继续赚下去呢 所以 现在封关之前 我才给各位做了这样一个 重要的讯息的公告 即使在2月11号 封关前两天 旗子的部分 还有短多跟短空的什么 年打 但是 这个年打最后一笔空单 年打的最后一笔空单 也就补在隔日 你必须补在隔日这个位置点 因为当天就是老师跟你计算到的 刚好是这盘整区的第12天 13天就马上开红盘就要到 所以 现阶段 很重要 本周 本周既然是这双重转折的会合日 这双重转折的会合日 那么 股票的部分 旗子的部分 在这边的第一个动作 显然就相当的要紧 旗子的部分 你的空单还没有解决的 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个股的部分 到底这个地方 要买还是要卖 还是要去放空 广告时间 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破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02-2781-0909 让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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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分了 你干嘛让他们来 让一场 回去一点 你赶回家最后 发现恶意B车 请你跟我这样做 一 小心地上 二 安全落下影响 三 向国道公路警察署发 最高可罚24000元哦 国道180 全名录起来 好 那么 刚刚讲完了棋子的部分 那我希望这么重要的 转折时间点 你不要因为 老师这样赌来赌去 开红盘 这么宝贵的三天 我说三天是因为 本周就剩三天 就一次赌博士的操作 够了 一口一百点 三口三百点 四口四百点 分明是一个有大获利契机的一年 就因为讯息没有跟上 没有跟老师同步错过了机会 其我如此 股票当然也是如此 当然也是如此 我在封关之前 我要给各位看到这一通讯息 各位一定还记得 除了原本的申科之外 1795的美食 我们在2月12号这一天 先将空单 做一次获利回补 美食 在封关之前 这是第二段的放空 从108 105 101 最后 在2月12号这一天 做了一次获利回补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获利回补 很简单 即便 个股的空单 也是一样规划式的操作 看不好是看不好 看不好中间有反弹段的时候 长线看不好中间有反弹段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能先回补 这个不是在封关之前 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吗 那么今天1795的美食在哪里 98块6 这是美食第二笔的空单 第二波的空单 我第二波这样做 我第一波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这还是去年 2014年10月9号 我放空美食的同时 警告各位的字卡在这里 其后一波大跌到10月27号 全面跌停板那一天 获利回补 当时赚的第一波 我回补 第二波的空单 我也在这个位置点恢复 所以我在开空盘之前 在开空盘之前 封关那一天 我还跟各位讲到 洋年的第一个转折 你要去面临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尤其是个股 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规划的时间 规划的位置 但是眼看着也紧接到 紧临到股东会的旺季 股东会的旺季 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一次什么 类股的轮动 又是一次类股的轮动 前面在2014年10月份开始 那个大盘在涨 他老不涨的这种股票 这个时候像是美食 他有机会谈一下 他有机会谈一下 中空的走势有没有变 没有变 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同步 先获利回补一下 在开红盘之前 对不对 那今天虽然开着红盘 老师在封关之前跟你解过的 跌破颈限的这些股票 尤其是这一档 8450的霹雳 今天人家在开红盘 他却是直接挂到跌停板 没有弱势股票吗 七家跌停板中 所以本周请注意 双重转折日会合 你能够及时挽救的 时间并不太多 趁着叶伦 还在出席天正会之前 结果出来之前 广告时间赶紧把电话给拨通 明天恐怕是最后谨慎的宝贵时机 谢谢收看 本核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先用 拍谁啊 赞你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阿嫂不知道有人介绍 你甚至有准备粉 是水的 就那啊 故意是对阿娘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过敏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只要有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逃漏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装半天了 到底行不行啊 师傅 还要多久啊 好了啦 这支不用装啦 这支不装 一氧化氮出不去 会死人耶 热水区要先